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今天给大家再做一个西瓜果盘 或者说西瓜蛋糕 用一个西瓜先把两头切掉 把皮削掉 挂皮削掉以后 用刀在西瓜表面轻轻划三刀 把西瓜分成六等分 现在把西瓜侧面沿着每一条刚刚画出的线 拉出大概两厘米宽稍微深一点的槽钩 以此类推把它做完 放在盘子里 现在拿出一个绑果来洗干净 把皮削下去 好,现在沿着它的皮盒把它片出来 我们要把它切成条 香在西瓜缝隙里 这个相对宽一点 我们可以再切掉一块 我们销进去以后 基本上就是这个状况 两个橙子削皮 然后把它削成相对薄一些的片 想切成薄片 想切成薄片 刀一定要锋利 OK 好,现在用米蠔桃 把它切成一半 再切成片 好,拌在西瓜的顶端 中间你可以做一个芒果花 也可以做米蠔桃花 也是把它摆出个花来 或者说是叠出个花来 好,OK,这样就行了 好,把刚才这两个头的西瓜 我们把它片下来 用这个小道具把它压出花来 点缀在中边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最后一道工具 就是把蓝莓点缀上去 好看,营养又健康的西瓜蛋糕果盘 就做好了 在炎热的夏天 一定是家人和朋友 心情愉快 食欲大增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关注我 我是方燕 还没有订阅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您订阅 转发 分享 下个视频再见 Good Appetit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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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